大家好我是阿西 那在上一期那个和平主义者的视频发出之后呢 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就是会喷吧 我觉得 因为这边呢 它是怎么样呢 它这里的难度呢 是50% 因为我们上一把子呢 是修改了敌人的移动速度嘛 那确实是因为我之前不知道 就是那个设置我也没有研究过 但是经过我的不断试玩之后呢 我发觉了一个问题 就那个设置是可以把这个提高到100%的 并且可以让我们的游戏变得非常的简单 也不能说是简单吧 就是非常的符合你的心意 如果你学会这个设置之后 这里面的所有角色的难五都能轻松通过 我觉得 那正常角色呢 像这些的话 它是会写上波数啊 还有难度多少 后面是没有百分比的 也就是说这是完整版的危险五 像我们之前玩的这个 它会在后面写个50% 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这边先进入设置这里 然后操作设置 那这边呢有敌人生命 敌人伤害 还有敌人速度 那最开始呢 都是100%的 我来教你们怎么设置哦 其实这个游戏的难度在哪里呢 就是在于敌人的速度 敌人速度一见下去 这个游戏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了 这个敌人速度呢 不仅包含了敌人的那个移动速度 还包含了他的子弹射击速度 还有那些冲击的速度 那我们先这样吧 假设我们这把要玩和平主义者的话 那我把敌人的速度拉到50% 先当于是减少了一倍嘛 那另外呢 我可以把敌人的生命值拉到200% 先当于是提高了一倍 它这里面的关系呢是 反正就是倍数的关系吧 可能 我减少了一倍这个之后呢 我就要增加这个一倍 那我们回到游戏里面看一下 就像我们要玩和平主义者的话 敌人生命我们完全不用在意嘛 但是它的速度呢 我们是很在意的 可以看到它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 就这样子游戏就变得非常轻松 有没有 然后我们先死一下 那死掉之后呢 假如说你有修改数值 我把其他都拉到很低的话 后面这里会写50%啊 百分之多少的 但是我们减少了一倍的移动速度 并且增加了一倍的敌人生命值之后呢 这边就没有显示了对吧 这就是正常的危险5难度 而且你通关之后呢 也就实现其他角色一样了 就是后面是没有百分比的 就是正常的难度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拉到最低 然后呢 你在游戏当中死完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这边只有25% 就是它是会有显示的 如果是正常的话 它是没有显示的 那不知道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 就这个设置呢 可以在这个游戏结构改变了 就像我们刚才玩的这个和平主义者 其实敌人的生命值 我们是不用在意的嘛 它多高都无所谓 我反正不打死它 但是敌人的速度呢 我就很在意了 所以我们可以四单的调低速度 增加敌人的生命值都是没有关系的 另外其实像我们玩这些角色 通不了关 都是因为敌人移动速度的原因了 我觉得 那假设说我们玩一些不缺伤害的英雄啊 像这些公牛什么的 其实伤害是挺高的 那我们就可以这么设置嘛 我把移动速度调整正常 就公牛无所谓啦 敌人速度正常一点也还好 甚至可以把它拉高一点 那敌人的伤害呢 我们可以把它拉低一半 它打我们连点血的时候呢 现在只变成一点血了 但是敌人的生命值呢 会翻一倍 翻一倍其实也还好吧 就到了后期 其实不是伤害的问题了 就是生存能力的问题了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现在打我们 这些小怪反正还是一点血了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二关的小怪 这第一关的小怪 好像都是一点血 好我这边没有加护甲 看一下第二关的小怪 可以看到它打我们也只有一点血了 这样子这个公牛的生存能力 就变得很强了 就这个游戏马上就 变得符合你的心意了 有没有 那我刚才又重新录了一遍 发现第二波的小怪 打公牛本来就是一点血 那第三波的小怪呢 打公牛可以看到 这边是有扣两点血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调整一下 这里是游戏过程当中 是不能设置的 好我们这边来到了第三波 把敌人伤害调到了50% 可以看到第三波这里呢 现在打过来只有一点血了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甚至呢 还有非常多的角色 都是我们可以去定制它的属性的 定制这个游戏的玩法 相当于 像你玩这些工程师啊 其实都是因为敌人的移动速度太快 就很难生存下去 包括法师啊这些的 法师之所以玩不爽啊 就是敌人跑太快了 它燃烧不充分嘛 就这个火焰没有在敌人身上烧很久啊 所以法师呢我们也是可以把敌人的移动速度给它溅下去 然后呢伤害可以拉上去也无所谓 那甚至呢我们可以把它移动速度拉到最低 拉到最低这样子是多少啊 这我不会算你们反正自己去研究一下吧 我知道的一个我自己搞的一个反正就是一个属性减少了一倍之后呢 你另外一个属性就要提高一倍 那我们这边把移动速度拉到最低看看会怎么样 这两个拉满 我们来玩一下法师 搞把雷关刀让它弹一下 可以看到这边变成蜗牛爬了 就可以烧得很爽啊 之前玩法师一直觉得不爽啊 这些玩炮台那些就没有很爽对吧 那我这边使一下看到是 看看是百分之多少 好 这边也是百分之一百吧 应该它后面没有显示就百分之一百 如果你有多的话 它会显示百分之一百五啊 百分之二百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用的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就有些角色你如果玩不通关的话 可以去考虑这么设置一下 我觉得都是有用的 像你玩一些伤害很高的英雄啊 像这个捷克 你可以把敌人的生命值拉下来吗 把他的伤害提高了 就要么你死要么我死 反正我觉得有了这个设置之后呢 就变得非常有意思